再來我們的目光聚集到烏克蘭 因為在這邊發生一起驚險的意外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先來看到其實希臘的總理 米佐塔基斯來見了烏克蘭的總統 澤倫斯基 而且他們挑的地方 就是在靠近黑海的港口城市 當中大家覺得非常特別的是聊了什麼 第一個還是跟黑海的安全有關係 他們希望可以擴大黑海的安全空間之外 同時也來視察俄羅斯在這邊襲擊的建築 而且在過去的歲月當中 俄羅斯也對這個城市其實頻頻的襲擊 但這一次的驚險場面 是出現在此時此刻的是 俄羅斯的飛彈落在包括是澤倫斯基 還有我們剛剛說到的希臘總理的車隊500公尺外 而且當然非常驚險 總共造成了5人死亡多人受傷 但是這樣子的攻擊行動 看在澤倫斯基眼裡 還有希臘的總理眼裡 當然是非常的誇張 像是澤倫斯基就批評莫斯科說 你是瘋了嗎 你怎麼完全不在乎當地的平民百姓的性命 還有外國政要的性命 而且很有可能會踩到國際上的相關紅線 但是我們要再來看到 其實以整個俄烏戰場上來說 現在冬天已經準備要慢慢過去了 而烏克蘭似乎也在策劃下一步的大反攻 尤其大家都很好奇這個烏克蘭的陸軍司令 也是總指揮官帕夫紐克到底要怎麼做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烏克蘭在之前 其實有一波這個軍事的高層 喚起的狀況 他在2月11號正式上任 差不多到現在已經一個月過氣了 他會怎麼樣來重整烏克蘭在 在俄烏戰場上的一個進攻的態勢呢 他是這樣說的 他會很快的來穩定整個戰場情勢 而且部隊也會採取積極行動 希望可以在俄烏戰場上爭取了主動權 掌握主動權 而且接下來他要做的是整頓修復部隊 而且在今年就要發動所謂的反攻任務 就是希望可以在俄烏戰場上 再把這個控制權給拿回來 深夜大樓窗戶竄出火蛇 消防隊員灑水灌灸 俄軍24小時內 對烏克蘭東北部蘇米州 發動19起飛彈機 無人機攻擊 南部港城奧德薩也被俄軍轟炸 造成無死 多人受傷 而且當時澤倫斯基正與希臘總理 明佐塔基斯會面 俄羅斯飛彈就落在兩人車隊 五百公尺外 差一點就打中 澤倫斯基痛批俄羅斯根本不關心攻擊目標 簡直是瘋了 莫斯科則說他們擊中的是港口區一座海上 無人艇設施 由於前線嚴重缺彈 烏軍越來越依賴無人機 現在還打造新款海上無人艇 烏克蘭金融機構已經募到2.6億台幣 投入打造35架 海上無人艇 只待一聲令下就可以專門對付 俄軍黑海艦隊 TVB新聞綜合報導 開玩黑海 我們再來關心到紅海還有中東局勢 我們先來聚焦在加薩這個地方 加薩地區尤其是持續的被轟炸當中 以色列軍隊多點轟炸加薩 至少到現在光是在6月 應該說在6號這一天 至少有41個人死亡 根據巴勒斯坦電視台的 提供的數據跟報導 尤其這件事情是在中部的瓦迪加薩河 這個地方是一個救援物資的領取點 當然其實現在加薩地區 很多人肚子都非常餓 因為物資是非常缺乏的 但沒有想到就在領取物資的時候 以色列軍隊竟然對著他們進行攻擊 至少造成了7個人死亡 14個人受傷 而且當然是讓人覺得非常難過 還有其他的地方 像是在南部的甘尤尼斯 至少29人死亡 還有中部的努斯萊特難民營 也至少因為衝突發生了5人死亡的意外 尤其是甘尤尼斯 在這邊其實他的轟炸是非常明顯 而且非常密集的 再來我們要來看到 其實以加薩地區來說 從以哈衝突發生到現在 至少已經超過了3萬人死亡 當然讓大家覺得非常惋惜 但是以中東局勢來說 大家更關注的是紅海 有沒有可能導致衝突進一步升溫呢 尤其BBC的消息說 其實夜門叛軍的青年運動組織 淡襲了亞丁灣的船舶 也造成了大火 在這一次的攻擊行動當中 非常特別是第一次有人因此身亡 而且在這次的意外當中 至少造成了3人死亡 4人受傷 這是一個8倍多的商船 叫True Confidence 那包括是原本要從沙烏地阿博 前往中國的連雲港 沒有想到就在紅海航道的時候 遭到了攻擊 上面有什麼 除了有這些船員 20多名氣船 逃生遇到這個砲擊的狀況之外呢 上面還有非常多的物資 像是鋼鐵的產品 還有卡車等等 但是其實在這一次的攻擊行動當中 非常吊詭的是 因為根據青年運動 這個叛軍組織的說法說 曾經以無線電示警 但是被無視 而且包括商船上面 其實也說過 曾經接到了夜門 這個相關組織的提醒跟警告 但是他們還來不及做任何的反應 周邊就已經發生了爆炸情況 而美國針對這樣的攻擊行動 當然是譴責的 包括美國和英國 都是如此抱持一個譴責態度 甚至其實美國也說 發動兩個攻擊擊中了鴻海港市 而且還有這個 核台達國際機場 但是其實現在 國際也希望 鴻海的局勢可以稍稍降溫 否則會影響更多的航運船隻 貨櫃冒出濃濃黑煙 印度海軍人員登上貨船 協助船員撒水滅火 但在鴻海海域 遭到夜門胡塞組織攻擊的 並不只有這艘商船 從公布的照片就可以看到 貨船前端冒出濃濃煙霧 掛上八倍多國旗的貨輪 周山上午行進洪海時 收到自稱夜門海軍的命令 要求貨輪改變航道 在拒絕後就遭到飛彈攻擊 導致貨輪起火燃燒 造成三死四傷 胡塞組織也出面 證實是他們動的手 並且再一次放話 只要以色列在加薩不停火 襲擊行動就不會停止 有伊朗在背後撐腰 胡塞組織從去年起就在 鴻海海域不停攻擊歐美商船 面對首度有人死傷 美國公開譴責暴力行進 這次襲擊是胡塞組織兩天內 第五度發射飛彈 儘管由英美軍艦護航 商船通過鴻海 但顯然還是會有疏漏 也讓這條國際貿易繁忙的航路 危險性依舊非常高 JB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來看到朝鮮半島 現在美韓兩國都在這邊 舉行了聯合軍演 從34號一路到3月8號 但是這樣子的聯合軍演 看在朝鮮的眼裡 當然是非常的不… 這個北韓的眼裡 當然是非常不滿 他們是怎麼說的 他說把這一次的演習定調是戰爭預演 而且警告要付出嚴重代價 果然其實在這兩天 包括北韓就大受了軍事肌肉 經濟人去了哪裡 去了西部前線的重要作戰基地 而且也釋放出了很多的影響 當中這個讓大家 有特別多的聯想跟討論 就是他舉起了AK-74步槍 而且做出了瞄準動作 而且在這次的視察過程當中 也跟其他的高階的軍事將領來合照 甚至也要求軍方說要有壓制性的力量 抵制牽制敵方的威脅 和壓制任何有可能引發戰爭的挑釁企圖 甚至也要強化應對戰爭的實戰訓練 當然這樣子的消息 還有這樣的影像釋出 會讓大家特別有更多的聯想空間 那南韓的韓聯社就說了 其實從這些的相關的影像跟資訊來看的話 北韓軍隊正在進行的是 佔領監視哨所 還有突破一班前哨的訓練 而且在這當中他們也說了 動員的裝備並不是新型武器 但是針對這件部分 南韓也是強硬表態說 如果真的北韓進犯的話 會採取一個即時強烈 而且奮戰到底的一個反擊態度 但是我們持續來關心的是 美韓的自由護盾軍演 在這邊當然有非常多的演練項目 其中有一個就是模擬 如果南韓受到了恐怖攻擊的話 如果相關的恐怖人員 進入到了電視台該如何應對 兩名男子全身包緊緊 突然掏出步槍和警衛扭打 原來這是美韓自由護盾 聯合演習模擬電視台 遭到恐怖攻擊 南韓軍官嘗試和假裝 挾持電視台的恐怖嫌犯對話 但談判破裂 特殊部隊帶著軍權 馬上從直升機垂降 地面部隊則爆破玻璃進入 最後成功營救人質 制服恐怖分子 不只攻堅行動 這場演習也出動干擾設備 演練脊椎恐怖分子無人機 今年自由護盾春季演習規模 空前其中一個環節 模擬F16K戰機 攔截來自北方的 飛機和群役飛彈 針對性強熱得北韓不高興 北海官媒甚至公布 領導人金正恩拿著 14AK74步槍專心瞄準的照片 加強作戰準備 金正恩從去年 講到今年 南北韓緊張局勢 居高不下 TVBS新聞眾報道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